剛剛主要是針對那個課程內容稍微做個介紹 那也給各位做一些問卷 問卷結果要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第一次上課 對同學也其實也不太了解 所以 而且我們這一班 大部分好像 好像也不完全是上個學期的同學 大概有 好像才三分之一吧 所以 我們這個課等於是 各種程度的同學都有 而且來源其實有些我發現 大部分都是熟面孔 有幾個同學是深面孔 深面孔也許 待會也讓大家了解一下 互相認識一下 因為未來 可能在18週的學期 互相還是可以互相交流 因為我們這個班 其實蠻多同學都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像我們春翔他 剛剛也提供了一個 不錯的東西 就是他工作裡面 他現在用到的 就包含把我們以前所學的 包含像他之前學Java Android 做手機App 再到PHP MySQL 然後再到那個 前面我們有學像他有學過VBA 或者像現在的Python 他都可以全部把它銜接在一起 因為他工作裡面 都有需要這個部分 大概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班的那個電腦程度 如果以跟同材相比較的話 我們這個班 最佔比例最大中的是這個 47% 大概一半 是進階 應該還好 所以可見的 一半 同學 我想要 學習這個課程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不過就是說 如果跟 這個部分 第二個是36% 那有三分之一的同學 好像在那個 就是 警惠基本操作 那有點麻煩 OK 不過哥也不用害怕 反正 所以我會動態調整一下 那如果說 假設你是選入門的同學 可能你會 比較需要 回家還是需要再 做一些複習的動作 或者是說 那個 我會給各位幾本參考用書 上課用書回去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的上課風格是這樣 理論 因為你們大部分程度都夠 自己看應該都 看得懂 所以理論部分 我不會花太多時間琢磨 但是我會實作給你看之後 再告訴你為什麼 我覺得這種學習方式 比較具體 而且 比較不會一直講 PowerPoint 像其實也可以一直show PowerPoint 可是問題是 一直講PowerPoint其實沒什麼意思啦 你自己看懂 書裡面都有啊 那些東西 頂多我只是說 把你需要的訊息告訴你 OK 所以有些東西的話 我會 第一個可能上課用書 第二個會把一些資料放在雲端上面 我剛剛有提過 那個下載那個 路徑 那裡面的話呢 我會放很多的補充資料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先上去看一下 那另外的話 還有高階同學 其實佔的比重 也不算太少 所以幾乎是三分天下 剛好 然後 高階的同學 也不算少數 怎麼辦 所以 我們取個平衡點 中間值 如果你覺得呢 課程可能太慢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再做一些其他練習 都OK 那最好當然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 會切換畫面 有些東西 你可能還要自己練習 盡量 還是自己帶筆電 有時候會比較好 你會發現 身邊有些同學 應該是選高階的吧 大部分都比較 會有時間自己再try一下 然後 這個第一個 那你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大概第一個 基本語法 所以 這個是最多 再來是 ECL處理四串表 剛好就是我們兩個比較重要的重點 把Python如果再跟 ECL 或VBA做銜接 其實可以 雞蕩出不一樣的火花 而且在辦公室裡面的應用 會更具體 不然有的人 學完Python之後 學半天之後 還是不知道怎麼用 就像以前 在學校學 C C++ 或Java 學完之後 還是不知道 這要拿來幹嘛 OK 因為你最後那一里路 還沒有把它銜接上 其實 現在很多 資訊相關科系都有教 可是學生還是不知道怎麼用 那蠻 我覺得是 比較 這部分還是具體的 那當然我會希望說 可以有一個銜接 比較具體的學習 那個成效會相對的 比較OK 第三個可能就是 再來就是 關於回圈 回圈的敘述 這個最最最最重要 其實VBA課程 我第一節課也會講回圈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達到自動化 達到重複幫你做什麼事的話 一定都會回圈 然後呢 會有資料結構啦 制定函數啦 這些都 必然的 再來就是 有關檔案跟資料庫處理 再來就是 網路下載 其實網路下載 我們之前在VBA裡面 也有提過 其實用VBA去抓網路資料 已經非常成熟 而且非常好用 但是呢 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 號稱那個網路爬蟲 其實只要講到網路 爬資料 第一個還是會想到 Python 最早其實我接觸到 Python也是 爬網路資料 不過呢 就我來說啦 反正 黑貓白貓 只要會抓老鼠 就好貓 你說哪一個 比較好用 我覺得還是有時候VBA比較好用 如果有Windows 直接 寫一寫 馬上資料就爬下來 可是Python 就沒那麼單純 我剛剛講過 外部檔案 儲存檔案 儲存資料放哪裡 你可能就要放SQLite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可能要在這後續的事情 其實相較起來 還是沒有VBA來的簡單 OK 所以 不是說 工具 一定就只能用哪一個 不管啦 反正就像說 我剛剛提過啦 出國 出門在外 管他 怎麼到那裡 反正呢 坐巴士也好啦 你坐 坐火車 即便坐計程車也好 但你可能要想到 就是說那個費用問題 時間問題 那你要取一個平衡點嗎 對不對 如果你老子有錢 搭個建車 直接衝到負樑也可不可以 可是問題 就跟你 搭計程車到台中 哇 光那個跳表 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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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而且呢 他們的計程車還是三倍計價 所以你滴 滴到那裡的話 看你一直在躺血 對不對 所以最好是什麼 又可以 取一個平衡點 然後呢 又可以 很 輕鬆自在又便宜的 抵達目的地 這才是最好的選項 那你要怎麼去做決策啦 有的時候其實當然 不要拘泥於同一種工具 啊同學常常想說 哪個工 哪個工具 這麼多工具會不會混淆啊 其實不會啦 反正喔 你只要把一些解決方案 記得 千萬不要把它 背起來 或塞到你的腦袋裡面 你現場會做不代表你 以後還是會做 所以像我的習慣呢 一定會把它拍照 一定會把它記錄下來 或寫一點東西下來 再不然的話呢 我會把它 錄影錄下來 錄影錄下來之後 我之後回頭 自己看自己的錄影 各位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所以其實方法很多啦 我是建議 你們可以用對方法 大概是這樣 所以理論上 我們大概未來 大概就這些 這個可能裡面包含那個 環境的建制 然後這個Excel 大概就是 基本的 我想這些都是 我大概預先規劃 那為什麼來選這門課呢 大部分還是想多學一點 因為 工業4.0 我想已經成為一個 趨勢啦 那裡面到底要 怎麼樣把這些 中間的空缺填補 其實呢 我想 很多 其實你 也很多地方 其實也沒有人會知道 到底未來會怎麼樣 因為你還沒有到那個 那個 可是可想而知的 就像說 你前一個世代工業3.0 最大的變革是什麼 電腦 網路 所以那個年代 還真的有人 一直常問我說 老師到底要不要學電腦 還有人網路新奇說 老師到底網路要幹嘛 我們好像用不到 要不要用 有那些問題 那些問題 後來發展都不是很好 對 因為 你不要問 其實我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說 到底他會怎麼樣 但是我知道的話 知道的是說 他會 慢慢的 影響 我們 整個生活 舉凡 你會發現 這個是20年前 工業3.0 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20年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 你現在沒有網路 真的 沒有網路是一件什麼事情 什麼樣的情況 對不對 很可怕 對不對 像 不要說出國啦 出國有網路的話 如果沒有網路的話 那你就 也是 很沒安全感 對 所以像出國的時候也要慎選網路 然後呢 像我出國的時候我也想說到底哪一個網路 也是你還是會回頭看一個就是CP值的問題 到底你要什麼網路 又可以用的流暢 又可以花費最少 這都是 處處都是 對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些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私底下再來 可以我們可以再來 如果我發現大家都很喜歡 知道這些訊息 還有呢 出國還有換匯問題 怎麼樣換最低的匯率 然後出國玩得最開心 因為你要逢低買進嘛 對 日幣現在很低嘛 可是你一定要最低點的時候買 然後 比較高的時候再把它用掉 那感覺用起來真的是 還蠻愉快的 對不對 不過這些 其實我都有想到 當然也不是我刻意去 要做什麼事情 反正平常 處處呢 都可以利用工具 然後讓你的生活 變得更加愉快 所以你說 學這些幹嘛 學這些就是 做這些事情嘛 對 那 它純粹只是一個工具 你也不要說 把它當的無限上綱 好像學這些什麼都了不起 沒有 它其實 只是你生活的一個部分 就跟一台 一台車子一樣嘛 它可以方便 但是如果你今天 沒有車子了 那你就會覺得很麻煩 還可不可以啊 走路可不可以啊 可是你會想一直走路嘛 可能 不太會願意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今天那個 我們 大概做 開始做點事啦 不過 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我還沒介紹我自己 因為 我想大部分同學都 都應該會認識我啦 我以為 因為我發現 我以為大家都 都很熟悉啦 因為我發現 很多會來選這門課的 一定都不可能 不了解 網路的生態 而且網路上面 你為什麼會被人家知道 很簡單 因為我 比7-11還厲害 隨時都在 而且 在上面放的資料量 其實也 可能甚至遠比一家公司 放的 資料量還多 而且 所以說你說現在 你要被 你的影響力啦 其實也是影響力的問題 還有就是知名度問題 其實影響力跟知名度重不重要 當然啦 相對的 就像你要買個東西的品牌 為什麼人家那個品牌 就可以賣的比較貴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或多或少 但是品牌也是需要經營的 要差量它 不然的話呢 這個品牌是一個很差勁的品牌 我想你也 不會 想要去購買它 那一樣啦 其實我在這個領域經營的非常久 但也不是刻意經營 有的時候你越刻意 反而也不是一件好事 反正我就喜歡嘛 然後沒事的話 我覺得這重要 那我就會怎麼樣 把它盡可能的 做一個有系統的整理 甚至呢 規劃成一個課程 放在網路 放在網路上面 或者是說 課程把它開課 開起來 那裡面的話 實際上大部分都是我的實際的經驗 也應該講說實務經驗 所以如果你Google 吳老師 或者Excel VBA App教學 但以前我曾經也教過 像 Otocare 現在已經沒有教了 因為 教不完了 有些時間 可能要把它省下來 所以這部分 經驗的話 還蠻多的 那 那至少超過20年 曾經教過的語言 其實 太多了 所以其實語言對我來說 會不會搞混 其實難免啦 語法 你說怎麼可能會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說 你不要完完全全背起來 就是說你要了解 每個語言跟每個語言的差異處在哪裡 比如說這樣 Python 它的優點 就是 它一樣可以不用宣告資料形態 跟VBA一樣 然後呢 它跟Java其實好像有點地方蠻像的 只是後面不用加分號 因為Java寫完之後 後面要分號結束 但是 在Python裡面沒有 OK 那 我的經驗啦 像 最近在東吳啦 文化啦 智強啦 還有像 工人訓練處啦 我們勞工大學 那這是我的相關經歷 目前的話 大概主要就是 教學為主啦 然後 我的 觀看次數 突破500萬次以上 當然訂閱人數也超過 1.6 不過如果跟那個什麼聖結石那個比起來的話 那個都破百萬的訂閱人數 OK 不過人家是賣臉蛋的吧 然後 不太一樣 那因為在源氏大學有開設一些跟大數據分析啦 跟App有關啦 所以 TBS也採訪我 最前一陣子的事情 然後呢 智強工業基金會呢 也頒了一個獎項給我 是什麼呢 是卓越 貢獻 教師 我想這應該不是每個人通通有獎啦 因為我在 這個 智強工業基金也有一段時間了 另外的話 9月22號那個文化大學經濟推廣部 也要頒一個獎給我 應該也不是人有獎 而且要上 前幾天還去造個像 那個獎項 我問陳法輪說 那什麼獎 他說 趨勢先鋒獎 蠻妙的 為什麼搬這個獎給我 趨勢先鋒 我突然感覺好像 好像真的走在前面的嗎 我不知道 反正 有的時候其實 慢慢 可以感覺到 有些東西 沒有答案 也沒有人會告訴你怎麼做 但是呢 你自己就要規劃出來 你自己的一套東西 如果你有這樣的能力的話 自然而然 你可能就會有人頒獎給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可能吧 我是這樣自己猜想 不然莫名其妙怎麼突然有人要頒獎給我 那當然我的證照也是一堆啦 這以前考的 最近在考 然後呢那個 觀看次數這個也是啦 訂閱人數這個每天都有 然後也有預估收益 我講過啦 每個月都會 給美金 這也是不如小補啦 那當然每個東西其實你創造出來 如果你有 有什麼 有 系統的把它整理 那些東西就是產生價值 有價值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 建立一個商業模式 那那個商業模式背後的話 就是可以 變成現金 OK 但前提是你的東西是要夠好 你才有辦法 把那個商業模式建立起來 那其實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 真的學校裡面 學校老師不會告訴你 跟 賺錢有關係的 但是我覺得這不重要嗎 怎麼不重要 不重要你為什麼一直在講 22K 22K 一定要幫助 學生能夠真的賺到錢嗎 那怎麼樣才能夠 遠離 22K 這道理很簡單嘛 你要創造價值嘛 產生商業模式嘛 那你不就去創業 要不然就是說你即便在 公司讓人家請 你還是要創造價值嘛 不然老闆幹嘛給你加薪 那老闆為什麼要給你 給你加薪 你的價值在哪裡 你要衡量啊 不然的話老闆都覺得 22K還多了 對不對 所以相對的 所以如果你們來學Python 真的就是一個 非常正確的 決定 因為 已經幫你加薪 當然其他還有很多啦 OK 這是付款 因為每個月都給我錢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 記得這個MTC N這個號碼 我就把它複製貼到我的網路銀行 貼上去錢就進來了 非常簡單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們要 拿Google的錢的話可以這樣 然後一些 OK 再來的話呢 參考書目 我們上課基本上 大概就是拿這本書當參考 主要因為 這本書其實 難度有點偏高 因為他 基本的東西沒有講很多 一下就跳到10座 所以可能我覺得 在中間部分也許會再做額外的補充 這本書 書名叫做Python初學特訓班 這本書賣得非常好 而且他標榜就是說 有負 250分鐘的影音教學 OK 所以裡面的話基本上也有一些影音教學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不論他錄的品質 其實 其實也 還OK 反正就是說 至少還有可以參考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 開發環境 他就是用那種 比較陽春式的 就是打程式上去 他沒辦法做一些 幫你 產生程式 沒辦法點下去 自動會幫你列出 你需要的函式 屬性方法 那些沒辦法 所以我會另外 用一套 跟他有點不太一樣的東西 那這本書的話 機封 作者的話是鄧文元 你們如果 看有需要自己在團購 如果 網路上現在很方便嘛 反正買一本跟買十本 價錢差異不大 而且隔天也可以寄到 或者你直接到7-11去 去拿應該OK 另外還有一本比較進階的 叫Python的自動化樂趣 這個我想列為這個參考用書 裡面的話呢 就有更 進階的比如說 網路上有很多的使用套件 怎麼樣幫助你去做 很多的 連結 那這裡面我覺得他講的都還蠻不錯的 那除了這兩本之外 還有另外有一本 這本 入門 這本書的話呢 作者叫葉南 其實應該 他 越南 不是越南 出版社是 博碩 OK那這本是 大概這幾本 那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先把這些書 先買來看一下 那 之後的話呢 上課也許我 當然 以這本為主啦 OK 這本的話呢 也是輔助 因為他的好處是 入門 他是一個入門的 用書 這本書是博碩的 OK 那 接下來今天的話 這個是入門 我們就今天的話就先從那個 如何建置一個 Python的 開發環境 開始講起 那這個怎麼樣建置一個開發環境 第一個當然你可能要需要做幾件事情 後面我們再來看其他的 那底下 Python是一種物件導向 的一個 程式語言 不過剛開始也許我們還不會講到物件導向 因為物件導向對各位來說 如果你沒有學過程式的同學 還是非常的深色 那怎麼 去使用他 我想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然後目前 是 最受歡迎的前三 不過 我 好像在一個 那個 排名裡面 好像記得他是第四 第五 第一個一定是 Java 所以目前 排名最多人使用的Java 第二個好像是 C吧 還是C++ 我有點忘記 第三呢 才是 C C++ 再來是 C sharp C sharp 這個C sharp是微軟的 微軟的那個開發語言 再來就是Python 那他的好處是不只在Windows 在其他的都可以做 那今天的話 我們第一步就是先把那個環境 給建置起來 那怎麼樣把那個環境給建置起來 後面會有一個開發環境的說明 裡面的話大概 你可能需要 做幾件是第一個 先到那個 Python的網站 這個是 Eclipse的建置 我們先到那個Python的網站 先去下載我們需要的東西 那個Python的網站很簡單 反正以後 你就是打一個 Python OK PYTHON 你把它按Enter好了 那 基本上第一個 就是他的那個Python的網站 那他是ORG 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未來 你可能要對這個網站非常熟悉 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常常用的 不外乎就Download 那你會發現 Download for Windows 這最多啦 這邊有兩個版本 那我是建議 你兩個版本都可以把它下載下來試看看 因為 現在有些坊間的書籍 比較舊的 或者是說有些城市比較老舊 他都是 2.x的 新的的話 大概未來就是走3點 這兩個版本我想你可以先把它先下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會發現 他旁邊有個Dictionary 相關的網路說 就是 這個裡面的一些韓式庫的說明在這裡也有 那你會發現 他Download裡面 除了Windows 他還提供Mac 他還提供很多 Other Pattern Phone 裡面 舉凡所有的 反正你只要是 行動平台 裝置 其實他都有支援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第一個 先把這兩個 先下載下來 我們先把 這個 3.62跟 2.713 這兩個 先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也許你就把它安裝起來 那我比較建議 你可以先把它下載到你的低碟 因為我們這邊會還原 那下一次如果你要再還原 其實還蠻浪費時間的 我建議你把它放在低碟 畫面